美團這個朋友有一手 他就200元買入的 他又很無助 他說現在應該怎樣操作好呢 今季你又怎樣看呢 我自己看美團都很窄 當然他去年全年的業績是做得不錯的 外賣那邊是做得漂亮的 但問題我自己看科技股都是淡一點 中概股因為 說真的業績好不好 某程度上都是看國策的 如果過策說你的補貼 一些車手不夠多要多些 變了可能拿了你一塊盈利去補貼 變了業績又會差的 所以我覺得美團 或者其實不同的科技股 估計是同一個看法 炒上落 消息OK的時候就炒轉 不行的時候又炸下來 但最大問題就是觀眾買的價錢比較貴 200元就是之前的支持水平 你看到一圈就完全沒有回過頭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夠膽忍痛的話 你會不會看金鑽 你當作炒波幅的 可能看著140至170元左右 如果你說170元又刺不穿又下來的時候 那你就嘗試沽了它 然後博它又下來 140至150再買回 我想用這個心態動態 trading就去救回你之前的蟹貨